好 國際利率上揚 後座力逐漸顯現 中國多家地產商出現泡沫崩盤 另外 歐洲的奧地利房產巨頭上週宣布破產 關鍵擔心房市危機是否會持續擴大 不過反觀 臺灣的部分似乎市場是沒有多大感覺 建商營運也相對正常 我們請教房產專家何時昌 你怎麼看臺灣房市表現為何是相對穩健 而怎麼觀察臺灣地產業者不受破產潮影響的主要原因 臺灣這一次房地產可以躲過這一波倒閉潮的 最重要的原因其實蠻複雜的 那首先是 當然是央行升息是相對的溫和 可是央行升息並不能保證房地產安全無欲 我們看到中國已經降息 那日本沒有升息 他們的這個 尤其是中國的房地產倒閉潮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呢 其實沒有降息 那經濟表現相對比較良好 因為今年的臺灣的經濟成長率還能夠保一 再加上說尤其在營造成本的部分 其實臺灣的建商在2018年2019年就已經注意到營造成本 還有勞動力市場缺工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大家有從這個2018到2022之間 有一段三年多的時間可以來做反應 而且這個營造成本也可以逐步轉嫁到房價上 所以建商大部分都可以順利的適應 可是歐美的建商就沒有那麼好運了 他們在2022年2月烏尔戰爭爆發的時候 才感受到這個營造成本大幅度飆高 尤其是原物料價格大幅度拉高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加上聯準會又在三月當年的三月就開始大幅度的升息 那歐洲央行也跟進 所以呢這個營造成本原物料價格升高跟升息呢 這兩件事情可以說是接踵而至 然後在疫情解封之後勞動力市場缺工的問題也嚴重的惡化 所以呢歐洲的建商是可以說是面臨三面夾殺 那這種情況之下 原本在2022年以前 大部分的建商其實預售屋狀況都賣得還不錯 但是也因為這個預售屋賣得不錯 種下了未來倒閉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因為賣太好 賣到倒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營造成本增加了嘛 原本原先預售的那些預售屋的價格發現已經不敷成本了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建築公司就找不到銀行提供融資 因為銀行也不願意貸款 銀行已經知道這個建築公司 這個原物料 所以銀行已經知道建築公司可能會出現財務問題 所以就出現資金鍛鍊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這些原因 總總原因夾雜之下呢 就導致了歐洲的這個大型的建商陸續的倒閉 台灣的建商倒是說 在這一波環境之下 還有一個比歐洲更優勢的地方 就是說台灣的房價還在持續的緩步的上漲 所以台灣的這個營造成本 雖然增加而且位居在高位 他目前呢還是可以順利的轉嫁成本 不像歐洲成本增加了 融資成本增加 人工成本增加 營造成本增加 但是價格卻下跌 他們沒辦法去順利轉嫁成本 所以公司不得不倒閉 那台灣央行的部分是不是也扮演一大推手 因為從去年開始 央行就有一系列的房市管制措施 這部分怎麼看 央行到目前為止已經推出了五波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 那尤其第四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 建商抱怨連緬 可是現在回頭去看呢 其實這個對建商來講 算是因禍得福了 倘若在那時候央行沒有進行管控的話 而這個建商繼續實施高資金槓桿的操作 到了現在可能供給量太大的情況之下 房價說不定會下跌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台灣能夠躲過這個 全球房市的倒閉潮呢 其實央行也算鞠躬絕尾